前不久刚刚带大家静态的品鉴完了这个全新的摩卡DHT PHEV 在外观以及内饰上面相较现款来说到底有哪些变化 那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开起来了 那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就上车出发 首先在动力上面它搭载的还是有一台1.5T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那这一套系统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91千瓦 并且它运用的像这个业内首创的两档DHT这个架构 包括它的混联DHT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在这些架构的基础上它可以拥有三种不同的动力模式 比如说首先就是纯电 那其实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你可以完全把它当作一台纯电车去行驶 那它完全是靠电机来驱动的 另外就是有一种叫做纯电优先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它会优先去用电机行驶 当你需要更大的做工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高速行驶或者是突然超车的时候 那它的发动机是会根据情况的判断来进行介入的 那这个过程你也不用管 它都是自动介入的 最后就是它的智能混动这个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下它会自动的去判断 那你现在是需要纯电还是需要油电混合 还是需要这个发动机直驱 包括像一些动能回收等等 它底下呢还有六种不同的这种动力模式 那这些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它是智能去调节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技术上面的一些东西 在实际的驾驶过程中呢 我觉得它最大特点就是平顺和安静 那平顺性呢 首先就是纯电模式下咱们就不说了 那在这个发动机介入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去特别的留心注意它的话 是很难察觉到的 那也是说明它的发动机和电机之间 所谓的这个做工的匹配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另外呢就是NVH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在同级别当中它能源也是算是比较优等的 那么它前方的两个玻璃呢 用的是双层夹胶玻璃 那后方呢用的是隐私的钢化玻璃 所以呢在隔绝风噪路噪 以及这些胎噪或者发动机噪的时候呢 你都觉得这些声音它被隔绝的特别特别好 另外呢就是这台车它有这个ARHUD 也是增强现实的这种HUD 那这上面能显示的信息非常多 比如说呢你的这个车道居中宝石的这个信息 自适应巡航的这些信息 还有你的车速 还有你的导航上面这个信息呢 其实都在这个HUD上面可以看到 那对于你平时驾驶的时候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跟现款车型相比啊 其实在这台新的摩卡DHT PHEV上面呢 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是作为选章包出现的 如果你对这些有需求的话呢 你可以选装它的小磨盒3.0这个选章包 那在软件和硬件上面呢都有一些相对的提升 它可以实现的像HWA或者是城市 还有高速的这种NOH智能驾驶辅助领航系统 包括呢像你的这个寻机倒车啊 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这一次啊在车型上面啊 也提供了三款不同的车型 分别是长续航超长续航两驱版 以及超长续航的四驱版 并且啊这些车型它的综合续航里程 都是能够超过1000公里的 那作为一台插混车型啊 大家肯定是比较关注它的油耗问题 我们今天呢也做了一下实测啊 从北京出发 然后到达这个河北廊坊 路上大概是150公里的一个路程 那整个跑下来 我们现在油耗大概是百公里5.2升 其实燃油经济性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综合来看呢 这台车在动力方面 它的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啊 整个表现都是比较优秀的 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 这台新车在外观设计上面的一些亮点 那它的外观设计上呢 采用了自然心境美学的全新设计语言 你可以看到整个前脸的造型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干练 包括啊像它这个两边分体式的大灯 尺寸变小了 那中间呢加入了一条贯穿式的LED灯带 特别的凌厉 隔山的尺寸呢也有所减小 并且呢换装成了这种无边界的这种样式 更加的精致 那么整个车尾的设计啊 也是非常简单干练的 也用了这个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那这台车在尺寸上面呢 相较现款来说呢 有一些的增加 它的车长呢是达到了4881毫米 整个的轴距是达到了2915毫米 那更大的车身尺寸呢 也会让它在内部空间啊表现得更加的好 整个车内呢用了很多的这种皮质包裹 所以质感是十足的 另外呢它换装了全新的三幅式方向盘 那之前呢它的水晶挡霸啊 现在换为了更加实用 更加方便的淮挡设计 并且呢在原来挡霸的区域 现在新增了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板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么整个在科技方面呢 还是采用这种多屏联动的设计 所以科技感也是满满的 随着新能源市场的发展啊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更加关注插混车型 因为呢它既能兼顾这种纯电车的平顺性 又能兼顾燃油车的续航能力 那这一台未排全新摩卡DHT PHEV呢 它作为一台混动的大五座SUV 它拥有更加贴心的车内空间的设计 另外呢就是它拥有更加高阶的 这种智能化的设计 最后呢它还能够拥有更加节能的DHT混动 所以呢综合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好啦如果你对这台车也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拜拜